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Kim Tone的争议一开始的时候 在前女友的爆料文中 让Kim Tone的形象大跌的内容是 虽然会很混乱 但是希望能听到她说会负起责任 不过她却回复了垃圾短信 也就是在听到前女友怀孕后 Kim Tone给前女友回复了垃圾一样的内容 而另外一个就是劝诱堕胎 但是今天,D社公开了前女友所谓的Kim Tone的垃圾短信 首先,这些聊天截图是 前女友自己截图后发送给朋友们的 是怀孕六周 啊,怎么办 总之这个医院不给做垃圾手术 所以如果要做的话 他们会介绍别的医院 嗯,我们考虑一下吧 嗯,要再打听看看 不想因为孩子儿被绊脚 只要能相爱就足够了 只是说垃圾的话 可能就很难再要孩子了 不会考虑一下的 不要太担心 抱歉,应该还在拍摄 有吓到吧 这是假的就好了 如果能再晚一点来该有多好 不会不会,好想你 对不起,没能陪在你身边 不会,已经很感谢了 我们好好想一想吧 不要太担心 14分钟后 Kim Tone再次发送了短信 在做什么 发送了戴着口罩的照片 暂时停车后再发呆 哈哈哈,不过最起码 先跟我父母亲说吧 嗯,我很听话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会好好戴口罩 哈哈,很乖 爱心 亲爱的,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负责的 不要太担心 回去好好休息 亲爱的,我很紧张 但是因为你的这些话 我感动了 我爱你 到了下午7点47分 Kim Tone再次发送了短信 那个,亲爱的 我们聊聊吧 应该要结婚的 咳咳咳咳 现在你不能逃脱了 太感动了 这个礼拜决定后 先记录的话 是Kim Tone先提出了结婚 前女友的反应是感动 嗯,不管怎么样 都会跟你商量的 谢谢你 现在脑子应该会很复杂吧 不会的 我很爱你 只要我们的想法一致 我就会很幸福 我也是那样 所以我是希望 能再多相爱后 再多谈恋爱后 再准备好后 再怀孕 我想得到祝福 但是变成这样 感到很伤心 不会的 我们考虑一下吧 你也知道吧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一起商量 一起决定来克服吧 我这一生中 最爱的人就是你 我也知道 只是没想到就这么有了 以后我们就一起讨论 一起决定来克服吧 嗯,我会那样的 好值得信赖 我的伴侣 爱虽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家人 我们也要好好照顾 我的父母 你的父母 我们会做得很好的 会好好解决的 但是我们真的很像个孩子一样 所以我有点担心 但是也很期待 嗯嗯 很郁闷吧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过 总之就是不想给你造成困扰 或者是阻挡你的前途 不会的 我知道你现在会很郁闷 但是现在很像是我的人一样 突然觉得很奇怪 哈哈哈哈 不会的 我也是一样 我现在也是需要赚钱的时候 会先想想怎么办的 我也是那样 一方面还是会觉得很高兴 哈哈哈哈 我们是家人了吗 不过亲爱的 其实我想要结婚 然后在聊天记录里 也有关于违约金的内容 其实怕会乌鸦嘴 所以没有说 因为有电影合约 所以取消的话 就会先想到有违约金 我真的没出息 不会呀 应该要想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这么一个问题 父母亲虽然会吓到 但是会理解的 如果我需要停止演戏的话 那个确实是有点郁闷 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 也会很有压力的 我也觉得不太好 冷静想的话是那样 我不希望因为有了孩子 所以为了负责任 要结婚什么的 不 我很爱你 但是也很爱演戏 所以很郁闷 因此想要谨慎一点 不要做后悔的选择 然后在之前的爆料文中 前女友说 堕胎后 Tim Tone有变了一个人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两个人在堕胎后的聊天记录 这也是前女友截图后 发送给朋友的内容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我人生的另一个目标 现在就跟家人一样了 再更要理解的 谢谢你能这么说 目前我还是很幼稚 我们一起牵手 朝着正确的方向成长吧 对不起我的伴侣 然后在去年圣诞节之前的某一天 很冷吧 哈哈 有点冷 我的伴侣辛苦你了 亲爱的 这周末有时间吗 应该会很困难吧 我刚运动完 来看包包了 给我看看照片 吃便当盒的样子 我正打算要给你看呢 D社表示 两个人到2020年底 也是非常甜蜜 到了2021年 两个人的关系 开始有了矛盾 这是因为前女友的私生活 以及偷露偷拍的 数百个档案所造成的 实际上前女友在 勤聪罗发送短信的同时 就会截下图来传送给朋友们 提供聊天节奏的 前女友的朋友 对D社表示 站在勤聪罗的立场 每次都是事发后 才发现到真相 离婚女也是 撒谎去见别的男人也是 被威胁也是 偷露偷拍也是 这爱情还能继续吗 然后到了2021年5月 勤聪罗通告了离别 而就在这个时候 前女友也听写了 勤聪罗通话中说的内容后 传送给朋友们了 前女友的朋友 对D社表示 前女友做了很多祷告 到庙里去拜拜 也去了教会 做了凌晨祷告 也去算命 然后对我们说了 在凌晨祷告结束前 她不回来的话 就不会这样放过扫罗 看她活动的样子 就无法原谅 干脆要让她倒塌 然后也继续见周围的 其他哥哥们了 D社最后表示 前女友给勤聪罗扣上了 劝诱痘胎 变了一个人的垃圾形象 但是除了前女友 一起安慰的普通男生 当然 T社能要承担堕胎的责任 但是前女友也不能在 虚假爆料中获得自由 对于D社今天的报道 当然也是有网友们表示 相信这个内容的人 以后小心不要被传销骗了 虽然感觉有点不一样 但是爆料文跟D社的内容差不多 那为什么都要承认后道歉呢 不就是心里有鬼才道歉的吗 不管说什么 T社的形象是无法恢复了 不要再护黄了 但是有非常多的网友们表示 女的爆料文什么证据都没有也相信 D社报道拿出证据了也不相信 都这样了 主张自己是受害者的人 如果冤枉的话 也应该要拿出证据吧 劝妖多胎的人 看起来不是Kim Sono 而是这个女的不是吗 一开始我就说了 男女之间的私生活 不是大众们可以判断的 结果就被攻击说 我是Kim Sono的粉丝 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留言 但是觉得劝妖这句话很矛盾 跟对方商量后决定的话 这叫做协议 又没有暴力或者是威胁 到底为什么要被骂呢 30多岁已经进入社会的成年人们 又不是不能自行选择 是否要生下孩子的年纪 然后今天 有另外一家媒体也报道了 Kim Sono的电影处女座 Sipuner Dead的投资方与导演 最终决定 按照原本的计划 还是以Kim Sono为男主 12月开始拍摄 然后 大型购物网站Sipibonga 也重新上架了Kim Sono的广告 对于D社今天公开的聊天记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遵徒 傅